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年纪增长之后 以前小时候会觉得说 时间不够用 因为很多梦想 很多的自己的事情 想要去冲嘛 去做 然后慢慢长大之后呢 你会觉得说时间不够用的点 是因为也是一样 就是很多事情 但是有时候是事情追着你跑 比如说你的工作上的业务 你的房贷 你的房贷 然后可能结婚之后就是你的老婆 你的老婆 你的小孩 甜蜜的包袱 然后所以时间怎么样都不够 可是小时候还至少有什么 有暑假寒假 然后就算你爸妈再像怎么样的机车 给你安排了一堆的 还是多多少少 挤得出时间 你可以在那段时间 平常可能读书要熬夜读书 虽然我没有 但是你变成说在放假的时候 你可以熬夜完全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 你知道就是现在他们想说 就是长大真的是很辛苦 因为回想小时候 你睡午觉的时候 人家是跟你拍拍照 说哇你好棒啊 你睡了两个小时 对 你现在是给我清晰 对啊 看睡什么30分钟 power nap 没错 好多时间又发不一样了 对 然后呢 再来就是到我们这个阶段 就是刚刚讲的就是 开始有了家庭 有了小孩 是 时间一下就突然就是 一早 一早起来 然后把事情 到最后的时候 小孩上床睡觉的时候 真的时间就过去了 你就剩下几个小时不到 有的时候还几分钟 十几分钟的时间 一天就没了 就是唯一的那个时间 对不对 对 然后变成说大家就是在这种压抑 然后我们先不讲 先不讲我们自己啦 你看像日本那种压抑的生活 他根本 像上次我们还有Jack 从台湾回来 有没有 他就说他在台湾 就是基本上是 回到家已经都是 已经好几点 不知道几点了 差不多 还要再做报告 对报告做完洗个澡 然后淘下去 第二天又一个repeat 天啊 对早上起来又 这很像有一些那种电影 有没有 就这种一直循环 对 对 对 所以呢 自己的时间呢 是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而且我所谓的自己 就是完全是to yourself yourme time 而不是说回家就算你自己 不是 是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完 把小孩洗个澡弄好 就到睡觉 然后老婆 把你跟你老公老婆的事情 也处理完 你说交个功课 这个体力就不是很好 那个是hour time hour time 不是me time 对 然后总是会觉得说这个压力呢 就是无形 可能大家day to day 可能还不会觉得说 哦是怎么样 可是慢慢回想 然后就一直找不到那个时间 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就慢慢的压缩 压缩到最后快要爆的时候 压缩压缩 怎么办 就突然就是 我其实为什么我也会 想要讲这个就是因为 最近我一直觉得说 很多事情已经 不知道我开始丧失很多兴趣 丧失很多的 就比如说打个比方好了 像我玩game嘛 有没有 可是这个game呢 有几 就是你会去想要把它继续达成 可是就突然觉得说 我这个时间做这个 然后就 那个兴奋感 那个喜悦度 越来越低 已经没办法完全投入了 对对对 越来越低 然后以前会看那个 我其实 平常的me time是这样 我就是有时候刚好 把小孩都洗完澡 他们准备要睡觉 通常会小小闹一下 就让他们随便去 你就想要打开手机看一下 我不晓得你们喜欢看什么 但我自己呢 还蛮喜欢那个 就是那种 我也不知道你喜欢看什么 讲电影的 讲电影 我从来那一刻的 因为快速就可以跟你讲 为什么 他就出现了 没有 我已经没有时间 去看电影 就算有 比如说一个月 可以看一次 可是因为我也很怕说 我把时间浪费在一个 烂电影上面 所以我就很多那种 title都是已经很不起眼的 我就喜欢看这种 一次把他讲顺过去了 那如果说他讲得好 我可能下一次 哪一次真的有时间 我想办法去弄内部来 可是你会想要再看吗 就是我觉得那种 快速看电影 看完了就够了 我每次就是 就是我老公说要 已经很久没去Cinema看了 但是就是在家里 想就是看电影的时候 我看他那个表情 我说你是不是看过 那个快速讲解了 我们来看那个 Wonder Woman吗 然后就 你想看那个 对其实 他好像看过了 你看多次是不好看 是很慢 但是我觉得现在 你看我们一起看 电影产业 其实已经不是被盗版打趴 是被这种 是被这种电影讲解的打趴 超讨厌 因为大部分人 因为你盗版毕竟 你还是看完他整部电影 然后你真的觉得说 对 还不错 那这个是真的 大家现在时间 就像你讲的 我觉得我在那边 坐不了两个小时 看一部电影 我等一下 诶 吃完午餐看一个电影 我又要接小孩了 怎么可能 电影又那个前面广告多了 你们后面又被bush了一下 所以你就看完那个 快速讲解5分钟10分钟 然后这部电影 等于我看完了 我觉得我真的蛮喜欢那个 像比如说像最近之前 那个很蛮有名天能 天能 那一部电影就是 那个快速讲解应该更乱吧 那个好像有解释 没有有看谁解释 因为有几个还解释的还不错 因为怎么讲 我觉得那 为什么要看缩短的 反而比较好 是因为 他的trailer 他的那个预告片 其实我看不懂 他到底要干什么 然后又没有什么多好的特效 只不过一个时间倒转的那种感觉而已 我就觉得说 这个不晓得是好片还烂的 可是因为他的comment 就是很多人的那个想法是说 他不错 他评价很好 然后我 其实我还在那边犹豫的时候 刚好有人就出了这种 短 就是大概 讲解 20到15分钟就把他讲完 但是他里面 有一些人很会讲的是 他把里面的概念分析给你听了 就是 所以其实我现在 其实有时间 我会想要把他从头 真的是好好的从头看完 有了这个了解之后 说不定看得比较清楚 对 也会懂一点 比较懂 不会无煞煞的 对 因为现在我觉得就是 大家的生活步调都太快 然后一直好像缺乏这种 停下来 pause 有没有 就是我好像忙忙忙 就像我们讲完 到了晚上以后就stop了 你就睡觉了 对 而不是一个pause pause是你可以暂停 想想我自己要干什么 其实你看 你们一直说我晚睡 然后很晚才起床 其实我就是为了这一段时间 真的是因为 这才是我的面 这个有点说服不过去 如果你是晚睡 然后正常起来 你说我用那段时间做这个事 我还是算正常起来 只是只有weekend 我也是晚睡 可是我是早起的 对我们都正常起 我真的是时间不够用 你的daily 我讲的是week day 是多早起 6点以前 5点多 这很早 我是1点多去睡觉 我每天只睡4个小时 那你可以跟我评 因为我还想讲说 我大概平均有上班的时候 睡觉睡眠 大概都是5个小时到6个小时 就是已经算正常 那我已经很饱满了 你大哥是睡 我也是5到6个小时 只是我是2 3点睡 你最好是 他2 3点睡 然后有时候放假 就到中午了好不好 睡到7点50 好爽喔 因为我在家工作 所以我不需要 对 就赶着还要开车去上班 那我就是 大家其实这种pose的时间 像我们就越来越少 让我们好像就 一定要挤一个什么东西出来 像我自己本身可能 大家那种听众 观众可能都知道 我们平常会小酌一下 对像这种东西 我觉得对一个 好像 比方说成人 这种东西 小酌是一个 就是让你可以pose下来 像我就很像老人 喝个小酒 听个音乐 我不想要听到任何杂音 对 然后我就只要听那个音乐 和喝那个酒 可是我平常开车的时候 我又不听音乐 其实我觉得 也不喝酒 对 也不喝酒 与世隔绝好像是一个非常重要 是一个key 对 就你一定不能有任何是干扰你 比如说老孩子 小孩 老孩子 小孩老婆 或者是隔壁邻居的声音什么的 就完全没有 你要脱离这个世界 真的就完全脱离 因为我在听音乐的时候 我基本上是 不是放那什么youtube 对你有放 你有带耳机吗 没有耳机 我一定要用耳机 而且一定要调到最大声 然后呢 一定要是那种 就是没有歌词 没有什么 就是我不能看到画面 就是 然后我就是 不影响你 灯要昏暗 有没有 就是那种气氛 然后我再喝酒 就真的一定要等孩子睡 他蛮适合去piano bar的 对对对 然后我就是要我的时间 就是拜托 不要再跟我讲话 那你做什么 没有我就在中L 那有的时候 你可能会在想一些事情 说怎么样 可是大部分时间是 我 就像 你不会看新闻花少许 我曾经有看过一个报道 就是说 女生都觉得说 男生 你有没有在听我讲话 其实有时候男生 真的没有在想事情 那女生会觉得 他不是没在想 他说你在想什么 对 可是我们没想 他说你骗我 你一定在想你以前的男女朋友 你一定在想 然后 没有 我们真的就是blank 后来我们就知道 他说对了对了 我是相反的耶 我说你不要每次都头脑空空 你可以回应一下 我刚刚讲的话吗 没有 其实我们真的没有在听 没有 我是真的知道你们没在听 就让我很气 没有 这种是我觉得是一个男生 好像比较容易达到的一个 境界 境界 就所谓的me time 那有时候老婆都会抗议说 小孩子在叫 你都没听到吗 其实有时候我真的没听到 就是我觉得说 我在这个zone里面以后 我真的就听不到 可以排除所有的 我问你 你那个小酌 然后就是zone out 听音乐 曾经自己世界里 是几乎每晚 就是要是没有上班干嘛 你是尽量 我会尽量每一晚都做这件事 那多久 有到一个小时吗 我基本上要看我的酒量的问题 应该都不错吧 因为我觉得酒这个东西 对我而言是一个助性 就是它会让你有一点飘飘然 有点茫茫 放松一下 那音乐的配合 你会觉得整个精神上是放松的 但是我不是到醉了 不是到说我喝醉了 不是这样 就是我只是放松 那我觉得那个time 对我来讲 是我一天辛苦下来 对 然后我突然 因为我工作环境是充满的声音 充满的人 充满的吵杂的 对对对 就是很多problem 很多火要救 对然后要快 要干嘛 然后大家在等你 你不能慢 对 那我回到教育想说 我要听 就是我不要有声音 我不要 就是我的声音就是我要的声音 然后我不要有画面 我只要放松 我才能觉得我第二天去上班的时候 Refresh 我是一个全新的我 Refresh 像我觉得 像刚刚Dubble就touch到一个说 小时候有梦想干嘛 然后长大 其实也不是说没那些梦想 可是真的是被磨得越来越薄 然后 所以你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去想这些梦想吗 我真的不会 我不会 就是 没有没有 我会说因为我 不要玩 我刚才要接梗 真的还很棒 不是 不是不是 铺沉铺沉 我真的有 然后我真的没有 我真的没有 没有我要说 以前我会有 可是当你刚刚点到的时候 我就很感慨 觉得说 Oh yeah 我现在 真的都没有 OK 这样 比如说 我觉得 对我来讲 那个转折 那个时间点是在 真的是有孩子之后 对 孩子 妈在里面 不是说 在怪他们 可是这就像他讲的 下班后来已经不是说洗个澡 结果 对 Me time 是洗个澡 整个 然后还是洗澡 然后再把我都换掉过 当你踏进家门那一刻 是这一段的全新开始 新的工作 对对对对 第二个工作的开始 就真的是 我每次都说 还是睡了 我就下班了 我可以下班了 没错 然后通常都是 重点是下班 还是在洗碗 洗碗 但是重点是 可是在那个时候 我现在的谜子 你看我以前几乎不看电视 我以前是上海之前 几乎不看电视了 你千万不要讲生前 生前就怪怪的 对对对 我那个 idea 就我不会追剧 我 就不要说 high school那时候 我就说 就是已经成了出社会之后 其实我是不看 我只看电视 不只能滑手机 没有还OK的 然后现在啊 因为孩子整个是 把我弄到焦头烂 对对对 你就觉得说 就是你的重量 说我现在就是 打开呢 什么的 就是 就是看 然后 我会花一两个小时 在那边看 就看那个 menu 看一下大纲 然后 OK 这不是想要的重量 这不是我想要的面材 你是要用遥控器 重量法 就是 不是 我就觉得说 我不知不觉 其实我跟你讲 真的 这不是我要的重量 你可以参考我们之前讲的 那个短的那个影片 不用看 你不用选 你就是每一个都看就好 因为才几分钟 可是我觉得我对 可是在我有孩子之前 我是很喜欢去看 很喜欢看电影的 我很喜欢读书 我是看书的 我一定 我是一直 就是 我上公司做 因为以前也没有疫情 之前我们都是通勤嘛 就是看书 就是看书 你用那种方式 方式来吊男人这样子 不是 我就男人看到我就打退堂鼓 我跟妳讲 我真的是文青 然后我会一个人去 不是文盲 不是文盲 因为没有孩子 车里面是漫画 没有 是少女漫画 没有是notebook 没东西 对对对对 没有就是menu 没有 对对对 我真的以前是那种的中 那样方 我是 也是有音乐 插音乐 然后就开始看书 就是看书 或者是 然后我有时候自己很给白 就是会去 要是下班的话 然后因为要是先生 还没下班加班 我就自己去咖啡厅 做着看书 我是真的 我是不怕 我不会怕自己去 有些人很在意说 我自己去喝咖啡会怪怪 我自己吃饭怪怪 我超享受 我超级享受 自己吃饭 自己去喝咖啡 转里面 或是去library看书 现在都没 我已经好久没有碰书了 真的 真的好久没碰书了 然后我就觉得 我现在沦落到 我连电视都看不了 我是完全只是在channel surfing 嗯 这样一直转一直转 然后这个 然后因为现在那个Netflix 什么他们都可以save later save for later 对 我觉得有 我的later list好多 可是我完全就是 根本没有那个心情去砍 然后你就是说 那个要两个小时 现在已经十点 十二点 算了 然后就是 可是其实你滑一滑 也两个小时了 有没有这种感觉 就是我刚刚一开始讲的 就是说 好像你对很多 比较新鲜的东西 你以前可能有兴趣 突然就兴趣减半 应该会 就像你讲 我觉得兴趣依然在 可是现实 让我无法去投入 那个东西 比如说好新鲜 哦 插花 我好想要去插花 可是谁有那个时间去上插花板啊 其实我觉得 以我们啊 可是我觉得一直划插花的东西 我们到这种年纪 然后有这种阶段 其实在很多这种听众 观众都可能是我们这种阶段 有家庭 有小孩 我最近找到一个 蛮迅速的 抒压翻方式 就是连我老婆都一直翻我 也翻到不行 什么东西 就是因为我 我们很小时候 有时候想要买一些东西 不要跟我讲筋膜枪 不是 对不对 就是想要买一些东西 可是第一没钱 对 好像长大有钱 哦 我知道你要讲什么 有钱 请说 对 然后我会觉得说 又是一个同心未鸣 其实我觉得 刚才你讲的很对 就是 我们小的时候 有时候会有一些东西 我们很想做 但做不了 对 然后你现在其实可以做 你又觉得 你忘记了 嗯哼 然后你其实可以慢慢的 从里面挖 像我最近就有点 嘻笑在 雷狗吗 哎 我也 我 呃 我刚 我去年有一段时间是这样的 对对对 我发现男生是雷狗 他们是做什么 mini house mini house 他们连那个oven里面的面包 都要缩小板 都要面包 还有看到有些人 好像我妹也是 她那个叫什么 惠吉本 就是有一种那种 画啊 画那个一格一格的 好小格 对对对 对对对 那个叫 我忘记叫什么名字 反正他就是把每一个要填满 然后就很漂亮 所以说 所以说像我觉得人 就是想要 就是想要让我去转注一件事情 对对对 所以说我可以zone out zone out 就是我像我最近半夜 因为有时候他们Lego会说 新品出来只给VIP那种 我超兴奋的 那种这边时间一过那个12点 我就整个人醒了 然后就下单 然后又回去睡觉 然后我老婆就两三天后 就收到一箱 然后就说 这箱子什么时候订的 我就说那天你睡着 以后我在这边 我跟那边 我发现我最近的习惯是 就是要睡觉前滑手机 那个半个小时最危险 对我们的荷包是最危险的 我那个时候意识力会很便宜 你其实累了 因为你累了 然后觉得老娘那么累 然后我发现 这个太眼镜我不错 这个就下单了 这个筋膜枪 然后就下单了 然后就先定了 OK 然后就是 而且我现在历史 我好像也有几次这样子 200多块 信用卡号码都记得 他就直接就按了 现在不用找了 我都PayPal了 对对对 然后他跟我们CCV 知道了 就按下去就定了 真的是 那个是我的弱点时间 我甚至还会在睡觉前 把我的游戏check 都什么都弄好了 OK 然后还没有那么想睡 不然看下最近有什么东西 就买了 真的就买了 真的 有时候还会想说 我最近在找什么东西 我想一下 因为我怕我第二天早上又忘记了 然后对对对 价钱不错 啪就下去了 三天半夜就买 没错 想都没想 而且有些东西 我是白天看就觉得 其实我也没有那么想 不需要很理智 对对对 一到晚上失去理智 可是我们的失去理智 完全就是 Clean your bucket list 就整个就买下去 那就是 应该是说 外国人说cheap thrills 就是花一点小钱 就是让自己开心一下 对我是觉得 种钱就是无伤大雅 就是你花了 你会觉得不是这么痛 但是问题是 你花了 有一点点那种快感 我觉得 我觉得就是在找不到快感 这件事情 对对对 因为我刚刚就讲了 以前 我觉得我们人生 好可怜的感觉 以前有些事情是 你觉得说 哇我好期待回家做 有没有 对 现在没有人想要 就不太想期待回家 因为回家又是另外 就刚刚讲了第二个工作的开始 然后你就会突然就对很多事情 就说 啊 就不知道该怎么做 越来越没兴趣 然后你又要想要找一些兴趣 那很多兴趣不是说你那种 午夜十分的时间可以做的 对对对 比如说你找朋友干什么 没办法 没办法 对不对 那我们也有家庭之后 也不会去做什么唱舞 来跳舞唱歌这样子 对啊 所以变成说 就是大家会因为这样子 而破自己去想办法做一些事情 然后想办法把那个快感找回来 对 那像你刚刚讲那个乐高 其实我有一阵 你到底买回来有拼吗 没有欸 那你陈遂就是shopee那一段 没有没有 其实我就是 因为我在找 我就是 就像刚才丽莎讲的 早上时候我都很理性 就说这个set 其实我是用一个投资的角度 我其实是对Legos 我喜欢这个topic 然后我觉得是投资 不是那种小朋友玩的那一种 因为我刚好相反 我是去把我以前的Legos 全部掉出来 然后我从小很小的时候 就是一直有一个观念 想法是说 我要view我自己的Empire 我要自己的一个王国 又有什么 反正该有的都要有 所以我就开始挑 我自己的那个剩下的零件 然后可能不够 我可能去买一组什么东西回来 然后我发现 我一旦开始在那边找东西 干嘛 可能下一秒说 惊觉说 等一下 现在已经过了三个小时了 我要去 我不得不去睡 就我们上次带你去的时候 就有发现这个问题 真的吗 你整个投入在那个 他就刷刷刷一直在找 对 听众不知道 我们其实上次三个一起 跑去Legos店去 就是看看 我们未来的节目走向 对 没错 就从那边找灵感 找快感 对 我们是去找灵感 就没想到 德文去找快感 真的是快感 我有后来 我有被我老婆念说 你小孩去上了厕所 然后又买了 拿了什么东西 你都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 我全部都在那边找 不过我们现在讲说 我们现在把这个me time 讲成是在找乐子 找快感 其实我觉得 我们最深层的需要 其实是一个stop 就像我们一开始讲说 你要一个pause 我现在只想好好的对我自己 不管是快感 不管是五感也好 我只想好好的放松 那其实 外国人这种东西啊 就是me time 是自己的时间 可是这种外国人的龙肿 是叫做self care self care 就是说 我怎么好造出自己 因为你会 就算我们没有孩子 没有家庭包袱的朋友们 还是需要充电时间 对没错 因为他们有可能 常常为朋友付出 为老板付出 或是父母 会觉得说 那我自己呢 就是那种概念就对了 其实就是 self care有超多种 最近啊 最近 也是有一个一个词 叫做cancel cancel的culture cancel culture cancel culture 就是说 ok 呃 你 你提倡一个东西 是我不喜欢的 好来大家姐妹们 弟兄们 来来来 我们cancel它 所以我们开始 un-subscribe它 就是diss它 对对对对 diss它 外国就是diss它 就说 ok我们要un-subscribe它 然后放话 然后要就是cancel culture 这么bully 对对 蛮恐怖的 蛮恐怖的 可是他们就说 其实这个cancel culture呢 可以 当然是把它 不要不理化 就是把它 缓慢一点 但是呢 又应用在自己的 self care上面 比如说 呃 要是你有些朋友 明明你就是 不喜欢跟他hang out 然后就是 每次是应付 然后你就会说 you know what 其实你不需要那个朋友 你就diss掉 就是你的self care 其实有一种 social self care 就是说 你把你 多余的人都 会不会下一秒 碰 你们两个 pum 都不见了 哈哈 对对 我帮你们cancel 对没错 就我们都自己想象出来了 好可怕 对啊 就是说就是social 其实self care有超多种的 对 好我们 休息一下呢 回来再跟大家讲 因为我们现在讲的 都是一些比较 我们还是做得到的 就是很机师 对对对 让你苏压一下 嗯 有没有什么是 大家比较 想要 就是 一次性爆发的 把它做下去 浩华 浩华版 Ultimate版 好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找到您专属的 平底鞋 Ballorina Ballerinas 巴西国际品牌 Melissa 适合大人小孩 一整年搭配 没烦恼 ballorinaballorinas.com.au B-A-L-L-E-R-I-N-E-B-A-L-L-E-R-I-N-S-dot-com.au 输入优惠折扣 Cafe RPS Cafe RPS 即可享有 九折优惠 不许可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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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蛋休息之后呢 这个我们刚刚讲到 Ultimate Me Time 没有没有 我真的觉得 Me Time 我们讲不完 真的 因为 可以做的事情很多 但是 要符合你的 就是 在情况允许之下 再加上 你自己又要对他有兴趣 再加上 所有的人事 人 什么 人 天时地地人和 都要搭配到 你才会有那个爽感 没错 不然爽感不够不行 有留到 自己有充好点 因为像每一天晚上 你说早那一点时间 其实就好像抓养一样 就空那个点 爽快一下 只是让你过一天 可是他还在养 明天晚上又养 对 其实 我先讲一个比较 大家会 会做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想从那件事情 去延伸出来 就是 很多人会说 去健身房 抒压 我们刚才讲到 其实我蛮多朋友 是用这种方式 但不是我们 不是我这种 不是你能理解的 可是我能理解的是说 他其实就是重要 因为他其实在做那个时候 他可能头老师也是放空的 你知道我们刚刚 就是广告前 我们还想说 我们等一下来聊一下 我们最终 终极的 me time 我真的第一个想法就是 健身房 真假的 不只是健身房 我要去那种 你知道现在很流行什么吗 是像一个 fitness camp camp 可是是 at a island resort 5 star的 island resort yoga retreat 我有看过这个电影 他们是 就是那个 一个岛是那个 年轻男女的 另外一个电影是老人的 还是什么的 然后他们夫妻去 要做retreat 然后划错地方 对对 可是他们是 他们是增进夫妻的感情 可是像 现在真的很流行那种 就是你去 不管是瑜伽 皮拉提士 或是那种重训都可以 就是看你喜欢什么 然后他们就是 也是五星节饭店 然后包飞机票 包吃住 然后整个就是帮你 安排 安排整个行程 然后早上起来先冥想 然后呢 中午我们有这个课程 要是有ultimate meetup 可以travel 我有那个钱 因为都蛮贵的嘛 要是有那个钱 闲钱的话 我真的想要尝试去 是那种 fitness retreat 他会带你去 马尔代地夫 或是带你去 巴黎岛 whatever 然后你就是跟着一个老师 或是一个团队 然后老师最好 又长得帅 有腹肌 一定的啊 然后每天就是 就是那部电影嘛 对啊对啊对 就我 that's my ultimate meetup 然后就是 I can 我可以 meditate 就是冥想 然后我也可以吃 你知道 吃是一个东西 吃 不是 等等啊 你吃不是一个东西 你吃很多东西 不是 没有 我说吃是一个很大的 你知道自从我当妈之后 我都不能 我都不煮辣的 我也不点辣的 因为我就刚开始sharing 为什么 我就训练我小孩吃辣的啊 真的喔 对啊 就兩歲比較難一點啦 欸,我慢慢的慢慢的 就我會覺得說 或是說我就不會叫一些那種 好像我愛吃的東西 然後小孩就 嘿,我就是卡拉斯拉,我不想吃拉斯拉 我那天遇到你小孩 你小孩表情真的就是你這樣 就這樣 有嗎? 真的啊 就是會這個 不會啊,會這樣我不一樣 他不要吃蘑菇地有沒有 所以你這平常在演真的演得好像 就是遺傳我 這是我吃我 我不要吃這個沒辣的 然後都因為我不要吃這個有辣的 反正我會覺得說 哇,我去吃大人該吃的東西 Oh yeah,爽絲了 然後我去 Oh yeah,爽絲了 然後去work hard work hard 然後I can zone out I can work really hard 然後我晚上 我要是全身痠痛 又來做一個spa 我不需要去換尿布 就是像我現在會覺得說 我不要push太push 因為我要留一點自己的精力給 就是等一下接孩子 或是晚上孩子又是家長會 你不能完全把他用到0%的battery 你知道有幾次我真的 就是worked out全身痠痛 然後我就說幫我按摩老公 然後他說你幹嘛把 然後還惹別人臉 然後還說 你幹嘛把自己那種全身痠痛 你自己也不知道 然後就 就我在健身 然後還要 我在look out我自己的健康還不讓你 Anyway 我的ultimate 就被德門鄙視 很鄙視的 我不是鄙視 我是說有些人會對這個有興趣 但對我來講我覺得他可取的之處 就是說他真的是 他有他自己的中央 就是他等於他沉浸在那個裡面 就像我們剛剛講說樂高什麼的 那其實我的呢 我的這個也有點賤 有點賤 有一點賤 為什麼叫賤 就是說 我都已經覺得我工作也這麼累了 家庭也這麼 就是忙了 忙了 錢也這麼少了 對 然後晚上又這麼忙了 就累吧 然後 我會很想做一件事情 是去參加譬如說一個什麼project 好你現在 你先不要講 你現在講我就帶你去來講 你要參加什麼project 不是project 是 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我可以放下 譬如說家庭 因為我們講的是Altima 對不對 就是完全可以不用管 老婆的小孩 然後也不用管工作 可能剛好你放假 什麼的 我還蠻想 譬如說去參與 譬如說電視台的錄影 或者是 什麼一個project 然後呢 當一個團隊 對 為什麼我說我已經那麼累了 可是我覺得我想要完全換 就是跟我做現在做 完全不一樣 對 可是卻是有興趣的東西 對 然後呢 它又是一個完整的東西 可以從初到初 對啊 然後我可以看到 因為我這個人做事情 我一定要有成果 沒有成果 我沒辦法 所以你15年前去ABC SBS的話 今天就不會講這種 這麼怨的話了 真的 因為我想的是說 譬如說有一個剛好 他的夢想來說 我想做一個小project 不是 你像現在 布里斯本不是拿到奧林匹克的那個 你想要 他要去投票了 還沒選 沒有啦 已經算是 the first preference了 對 可是還沒有vote 好 我們假設他有 如果說他有一個什麼side project 然後是一個 就是我也有興趣的東西 比如說華人宣傳這一塊 不是不是 他要去當吉祥物啦 到了那邊 可惡嗎 倒也不是 就是我想要參與一些比較 比較大型的 然後那種活動的 然後 Be part of the project 最好能夠還有一點 我覺得你想要重溫舊夢 像以前 筹劃之類的 可是我覺得你不是任何project 你喜歡做event management event的那種 我覺得 但是前提就是 我可以拋下工作 我可以拋下家人 什麼什麼 然後我可以全新投入 然後 我覺得那是另外一種me time 就是說 我完全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然後就算他錢不是很多 而且是跟自己的同 是同道合 對對對 就一起去共同的目標 共同的一個 但前提那個前提太難 就是你要真的拋家 去去做這個 我真的覺得 我們等一下試一下 心理諮詢一下了 因為我真的 你剛剛 你剛剛一直重複好多次說 我可是前提是要拋家 拋棄拋棄 我們已經是講ultimate 可是我就是覺得 你還是很難放下 你還是很難想像自己做那個ultimate 因為我覺得 你放不下 那個責任太 生命的枷鎖太多 對 責任太重 所以我就覺得 我真的就是完全沒有想到我老公 我要去 看健身教練 如果這個project可以 譬如說還讓我出國 就是完全就連那個 連那個 就是民情啊 然後那個 離開你的生活 完全是不一樣的 我覺得我會很期待 譬如說兩個禮拜也好 就是兩個禮拜 對 或者甚至一個月 半年可能有點久了 因為可能到最後你就變成 我要找別的東西抒壓了 對 可是如果是兩個禮拜到一個月的 我覺得 這次會是一個我覺得 很想去體驗一個 完全不一樣的地方跟工作 對我覺得你講到說 就是離開這環境 其實因為我一直以來就是工作環境 其實蠻lucky的 就是跟我的興趣 又達到一點邊 所以常出國嘛 所以我覺得像我的ultimate goal就是 其實很多人出國 應該在排行程的人都知道 在排這過程 有的時候比去的過程 還要興奮 很投入 就是你很投入說 那我們第一天去了 OK要住哪裡 因為充滿幻想 對 然後我們第一天到的是這幾點 然後這飯店呢 就是research看review 對 看什麼 因為什麼東西都在你的掌握之中 就是說我想要住這個飯店 我可是這飯店比較便宜 差個20塊一個晚上 可是飯店靠近地點 對 然後就安排一下 然後這個行程 網路上說 推薦這個晚餐在這邊吃 或是住幾晚 這邊有米其林餐廳 沒錯沒錯 這個景點可以skip 或是Local才知道這一點 一定要去這裡 你覺得好像全部都掌握在你的手上 好像你已經去過一遍了 對而且那個心理的那種快感 你就是覺得說 我要什麼 他是Event Planning 你是那個Tour guide Tour guide 然後我就很享受在那種 一切在我決定我想要 沒有人可以跟我講說 不要這個 不要這個 而是我跟我的家人小孩說 OK現在有2Option 這個還這個 他們說這個 也是我的Option 對 就是那種完全是在我的掌控之中 然後這個 整個research的過程 對 然後這個旅程 還沒發生前 我就已經run了一遍了 Google map走過50遍了 有沒有 然後去了以後 其實那個地鐵的那個時間表都已經查過 說那我們一定要搭到1點半的這個 對 然後尤其是要你們去日本 那種一定很準的 對 地鐵說幾點到幾點要去哪裡 哪裡轉車哪個月台 那平常排的多順暢 緊湊跟順暢 對 然後你排完了一切以後 等待那個旅行的發生 其實你有沒有發現旅行之中 最開心的是上飛機那段時間 對 然後最痛苦之中 下飛機 下飛機 對 然後你在那個旅程的過程 就是途中 然後說我安排這個 真的就是 我這個點到這個點 要嘛真的發生 要嘛發生更好的事情 對 然後你那種心理上的那種紓壓感 那種爽快 真的耶 就是很不一樣耶 就是我覺得這個是我真的很要求的 所以說你的ultimate 解壓的me time 就是research去玩的東西 沒有其實我是覺得 有個情況很變態的就是 我會覺得是我就是要掌控一切 所以我覺得 你有沒有發現我們三個人 其實都在這個me time 這邊有個共同點就是 他不見得是 對他不見得是一件是relax 很easy的事 不是就是我要睡一個星期 對 而是他是完全不一樣 就是跟你現在每天做的事情 完全不一樣 然後你很enjoy其中 其實可是是我們真正 每天都希望有一點的東西 因為這ultimate 你不可能每天都在排行程 或者是每天都在做retreat 可是我相信他會注意一些旅遊的一些資訊 對 那像我就 Follow一些 Follow啊 對啊或是看人家 Vlogger 那像我就是會有運動的 可是我覺得說 每天二十半個小時 偷個閒時間來做這些 似乎不夠 然後也是做得懶懶散散 零散散的因為在家嘛 所以乾脆就不做 有時候 真的啊 就是好像我真的在深海之前超興奮的 然後深海之後就是 算了 對就算了 算了 就來這邊喝酒好了 是 所以真的我覺得 現代人就是有一個 這算通病嗎 我覺得比較像是 我覺得是一個通病 就像有一部電影的 就是之前很久以前 叫Pause嘛 你們有看過那部嗎 就是他可以 遙控器嗎 那部遙控器那一個 對對對 你說那個安心的 他是叫Pause喔 他好像叫Pause 沒錯啦 我忘記他叫什麼 我忘記他叫什麼 我叫中文叫什麼什麼遙控器 萬人遙控器 我覺得我跟鄧文 剛剛那裡厲害說 哇那歷史有點援救的感覺 沒有沒有 然後那部電影其實 你現在回想看 他其實就是說 人在忙碌的生活中 他一直想要快速前進 然後拿他們遙控器說 欸我每天在堵車 我要skip這個part 欸我每天在做這個 他突然按到最後已經 已經pew到他 等他發現他一直在 連父親都掛了什麼 在skip的時候 然後欸已經是 完全我生活已經結束了 沒有過程了 然後真的就沒有一個Pause 反而是那個Pause是最重要 而不是那個快速前進 It's true 我真的覺得不管年紀多大 不管有多忙碌 真的是要好好的照顧自己 然後留一點時間 暫停 暫停這全世界為了自己 這不是指示 所以地球就為你而停 真的 哎呦 真的耶 不是為你而轉 是為你而停 我真的覺得你要強迫自己 停 就算是像你說那個 孩子洗澡 讓他們自己 就是玩的時候 你自己停個數分鐘 滑你 看你想要的影片 聽你想要的Podcast whatever 就是放鬆一下 其實 報導都有證實說 這是非常非常有益健康的 是為了走更長遠的路 沒錯 希望大家在聽完我們這一集節目 有達到紓壓的效果 希望不要在節目之中就Pause 希望我們是你紓壓的一部分 現在都HD 我怕Pause都看到一些不該看的東西 對 所以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們節目 為大家帶來更多更紓壓的一些內容 然後也能夠陪大家一起走向健康的之路 然後記得在我們影片下方點閱以及按讚 還有記得分享給更多的這個你覺得需要的人 需要出壓的人 好 我們下週見囉 掰掰 OK 掰掰 You're always in my heart 每當我想起你的時候 在忙碌還是要 一起這咖啡之夜 Wanna be with you forever 我們謝謝 Heil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